小兔乖乖 大森林里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小宝宝 红眼睛、短尾巴和长耳朵 一天,兔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 临出门前,她对兔宝宝们说 你们好好在家玩,我不回来,不要开门 三只兔宝宝很听话 妈妈走后,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 大灰狼看见兔妈妈出门了 想闯进屋里吃掉兔宝宝 可是门窗紧锁着 大灰狼想,我一定要想个办法骗兔宝宝开门 过了一会儿,兔妈妈回来了 大灰狼连忙躲到大树后面 兔妈妈走到家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唱 小兔儿乖乖,把门压开开 快点压开开,我要进来 屋里的小兔宝宝宝宝地 大灰狼劳劳劳劳劳劳记住了兔妈妈唱的歌 悄悄地走了 第二天 土妈妈去林子里采蘑菇时 大灰狼又来了 她边敲门边捏着鼻子唱 小兔儿乖乖 把门呀开开 快点呀开开 我要进来 妈妈回来了 红眼睛和短尾巴睁着去开门 长耳朵赶紧拦住他们 说不对呀 这不像妈妈的声音 妈妈的声音没有那么粗 红眼睛断尾巴趴在门缝上 向外一看 门外是大灰狼 三只兔宝宝一起唱 不开不开就不开 妈妈不回来 谁来也不开 大灰狼急了 粗声粗气地说 我是你们的妈妈呀 我不都唱歌了吗 三只兔宝宝说 那你把你的尾巴伸进来给我们看一看 兔宝宝们把门打开小小一条缝 大灰狼急忙把尾巴伸了进去 三只兔宝宝们喊 一二三 蹦地 把门关上了 紧紧夹住了大灰狼的尾巴 大灰狼疼得啊啊叫 这时兔妈妈回来了 她捡起一根很大的木棍 朝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了过去 大灰狼使劲一震 尾巴断了 她多着半截尾巴 拼命地逃走了 兔妈妈一边敲门 一边又唱起歌 小兔儿乖乖 拔门要开开 快点要开开 我要进来 兔宝宝们仔细一听 这回真是妈妈回来了